這個嚴謹的媽媽是怎樣看的呢 其中一個小孩是非常優秀的 她的女兒是在讀幼稚園的 這個媽媽圈著我寫了什麼呢 思考能力很強 在皮文學裏 我們兩個食指 對應磨緝區和空間感知 這兩個手指是對應後壓頁區 是代表她的思維功能 而我們兩個手指就包括她的個性 和她的組織管理能力 亦都在我們大人成年人 比較通用的會是看我們這個圖子 和食指的先天性格 即她的圖形是什麼形態 由於是先天 我們不說先天 我們說後天 後天在大腦的發展 我們主要集中她的管理組織 邏輯思考思維上會比較多一點 好了 這個家長守能力強 就是執行能力又強 不過呢 說了一點點壞事 她是看不到細節的 因為她是 砰砰聲 衝衝衝衝衝 這個媽媽 本身對自己很高要求 對身邊同事都很高要求 對她的女兒一樣高要求 對她的老公近似 哇 虎媽 虎媽還虎媽 她的虎媽都不想的 因為她原生家庭 因為她的媽媽爸爸 都是對她很嚴格的 於是她將她的教育方法 留下她自己的一代 這個媽媽呢 我記得她是否開心呢 一半半而已 表面開心 內裡有很多對話 因為我會看她思考的數值 是非常之高的情況下 即是她很多事想 很多事去顧慮 不過她不要讓人知道 她自己知道 自己問題自己解決 於是她的重擔非常大 我做完這個報告 我跟這個媽媽說 我說媽媽 你都挺大壓力的 你的東西一力承擔 為何你不放手 被人跟 你要自己背起 我只是說了這幾句 然後哭了幾個字 我沒有人看到她這件事 沒有人跟她這樣說 因為她太強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女朋友 在家裡也是女朋友 在工作上也是女朋友 因為嚴謹 沒有人夠膽跟她說 給她聽她的盲點 這個媽媽 她真的思考上很厲害 不過你會圈到 看不到細節的東西 即是她圖像認知方面 是AA在我們報告裡面 是弱勢 她很多時候 看不到細節的東西 亦都同樣反過來 她會看不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 媽媽 她嚴謹就是以事為主 她不是以人為主 每樣都是對事不對人 這個媽媽跟我說過 女兒溫舒溫慢了 我說什麼叫溫舒溫慢 你最多是溫多和少 什麼叫溫慢 她說 我一定要她一個小時內 溫完整本幼稚園 這本生字鼓 接著有時間限制 有目標 有準則 安事 我聽完媽媽就有用力 女兒我聽完也覺得有用力 你覺得這個母女開不開心呢 沒有 有壓力 她只是苦笑而已 媽媽不快樂 她很厲害 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不過 由於她對自己過度嚴謹 對女兒都這麼嚴謹 於是她很想考名校 她給女兒很大壓力 終極 她的女兒是考不到名校的 最後是想不到她想要的學校 現在她們應該是身處在外國 就不在香港 已經身處在外國了 Berlinda 我嚴謹沒有錯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從來不會說任何一個媽媽風格 對與不對 而是 你明知自己一個嚴謹的媽媽 其實對應我們照顧我們的小小朋友 我們要採取一個什麼的準則和態度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的小朋友已經去到中學 你說你嚴謹 那當然沒問題 因為她已經開始懂事 在6A品格教育 我們講明辯 懂得分辨合與錯 但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她未必懂得太多一些 我們叫做思辯和明辯 因為她們的大陸陸區都未發育 我們0至6歲發展的黃金期 你上網都找到這個隊員 最近很流行 0至6歲發展黃金期 除了漁研發展之外 原來她們的大陸發展 主要來自聽太醫師 即我們的枕葉、獵葉和頂葉 會比較強勢 當然她們的前後額也在發展 但相對你會發現 幼稚園暢遊 和幼稚園很顏色 老師會跟她們做一些走走走走走 幼稚園家園在學習 是以遊戲或專題研習做基礎 她們不會和你密書、查驗、背書 那些沒有幼稚園 所以幼稚園班學童 即我們叫做2歲 2歲至5歲半的那班學童 就是我們所說的VAK 即我們聽體視這三區的發展 所以如果一個嚴謹的家長 你對著一個未成熟的小朋友 過於操練或過於嚴謹 對這個小朋友承受壓力是相當巨大 如果媽媽你真的想快樂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怎樣 如果將自己的標準沒有調整的話 其實不止你不快樂 你兒子女都一樣不快樂 這個就要留意 不過幸好 這個媽媽的報表我們看到她左右腦平衡 即是她起碼都會是情理兼備 她只不過看不到細節 所以一個報表去幫媽媽了解自己的同時 最重要是我們在教養方向上 去給她一些參考的方法、方式 甚至怎樣做一些有效的溝通 是很有幫助的